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小葳 看我又回老家了 老家的环境太好了 花也开了 小脚跑得可快了 我终于把我这辆面包车开出来了 就在这户外可以烤烤太阳 待会给这车洗一下 在户外吃火锅 这种感觉太棒了 我说我要一起抬 他非要一个人的 今天回去吃香喷喷的火锅 都是耿耿的工了 我只负责吃 老家的路湿大 湿大大的 一转弯滑了 凉曲会滑 应该把四日去打开 我们刚刚走到院子里面 才发现我们忘了带锅 找到一个这个锅 之前是三个格子做饭的 老爷 我现在在湖外起个拆火 找永哈莉莉转 还可以接水 对 这用不完的转 一回到老家 现在又出太阳了 太好了 爸 爸我们都要把多姿态的外头吃烧 好久没有看我的面包车了 不知道能不能打燃火 以前每次停了两三个月都可以打燃火 这次停的有点久 我准备把柴火灶弄到这外面 然后这个田空着也是空着 也不好看 就准备灌点水给它养点鱼 这样就可以钓着鱼 在这户外煮了吃烧烤 这两个在老家就是自有自灾 你看那一身牛 那就在泥巴地里面跑 一点反应都没有了 五年多时间 现在终于有帮手了 这漂亮的女汉子 你是个量身给我干净的一个好帮手 这都是面包车上搬出来的 这个是房车的垫子 这些有的保质期一年半的都过期了 有的一年 二亿年 你好 幸好你来了 我们可以把车开出去 搭了货就直接开出去 多爪一会儿 抬就没用了 很开心很快就可以把这面包车开出去 怎么开得干呢 但是要从事点是吧 这个垫子特别的丑 是之前送的 搬着有点累 先把它放到面包车里面 待会儿把车这样开出去 我今天路有点湿 这面包车开这个不好弄吧 开出去了 然后这一块地 就可以把它稍微规划一下 可以樱花一部分 就不像现在一走就是泥巴 煮一大盘汤圆 天呐 摆得这么好看 差点咬到我的手里两个坏蛋 分开来 他们还在屋里面切肉 本来是有一个鸳鸯锅 拿回来煮就更好 只能现在用电饭包了 这样就会高一点 我这个坦克士板买了一个多月了 一次外放电都没用过 今天试一下 对外放电 小龙一点辣椒 多用这个军糖吧 多用这个军糖吧 在老家户外火锅 今天有太阳 这种感觉太好了 我妈还在弄最后一道菜 折耳根 就这一盘 压轴菜 我这车停了很久了 这里看 这次全部钻石 一大小区 耿耿跟我一起去洗车 你敢坐我的车吗 你要不坐第二排 还是坐副驾 我这后面 你知道我以前是怎样的吗 好 拉脚踢 全都记不了被勾咬了 就是顺着它拉就很 院子里面洗成 它那里有一个霸子比较好冲 硬化的 耐心吗 耐心吗 耐心呢 还有你 我最怕的是 过那个桥里是大花 刚才来的是那个 师妹的花 那里 我台上又晒了一盘 我有一次回来下雨 那个车 差点滑得天 狗狗狗狗 快看前面了 这个地方比较好洗 有硬化的霸子 冲了水就直接流下去了 给我准备了一个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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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了 只是没有打泡泡 后面这个都掉了 这个都不沾了 算了 要对它冻粗 现在都有拉材料的车往这边过 正式通车应该震动会更大 因为通车的频率会变高 哎呦自己躺在这里 请不吝点赞 如果有点赞 可以不吝点赞 一个车的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